出发特警队人员针对查行二楼包厢 以五楼及六楼招待所逐一进行攻坚 这个黑帮诈漆水房集团以查行做掩护 实际上却是作为诈漆水房 由境外诈漆机房假冒检警 以射击洗钱等话术进行诈骗 诈漆水房集团 则以豪奢招待所吸引多位未成年少年 加入成为取款车手 再利用行动水车 透过地下赌场等方式将账款洗白 天道蒙正议会犯罪组织 在桃园中立地区开车查行作为掩护 并以名车高级招待所很奢华生活 来吸收包含未成年人之成员来加入 并与诈漆集团来结合 作为邦派的资金来源 教售旗下的成员来担任 假冒检警的领款或面交车手 境外其法以假冒检警的方式 划出来诈骗被害民众 被害民众透过面交 还有汇款的方式 来由未成年车手来取款 他层层的移转张管 制造多成的断点 然后在最后汇行张管 由水房成员利用行动的水车 交回到水房据点 就是查行 詹姓祖贤不仅将查行作为水房 甚至还失色行堂 有少年车手被怀疑黑吃黑 就被带到查行据点 拘禁殴打 以加法棍事后 甚至逼迫签利本票赔偿 专小组同步在20处执行 搜索拘提 逮捕到詹姓祖贤等 14人刀案 并起出各式刀切棍棒 手铐 现金 保险箱 点钞机 及镇爆枪 弹丸等 全案依强盗 炸击洗钱防治法 少林事件处理法及组织犯罪 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偵办 其中詹姓祖贤等八位核心成员 被法院裁定羁押 警方强调针对黑帮 依附在跨境炸击博弈洗钱等犯罪行为 将持续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并通过扣押不法所得 斩断黑帮金流 以维护社会治安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导 浩热 筝赫 country 刀 不 稀 不